很多人看到绿灯就急着过马路 但是千万当心了 前天台北线泰山有一名小朋友在过马路 没想到有一辆客运公车呢 竟然闯红灯闯了过去 只差几公分就差点撞到人 司机当时紧急刹车 小朋友则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当然最后呢这名司机被忌大过处分 惊喜的一瞬间过马路的小学生 差点被闯红灯的客运给撞上了 让我们再看一次 客运和小学生仅有几公分的距离 小学生吓到了身体大抖了一下 还回头看了客运一眼 车子的行车记录器上面显示下午5点多 正是下班下课的尖峰时间 扯回事发地点 记者头顶上的红绿灯显示的是红灯 过马路走斑马线 OK安全啦 不过一片中的小学生可就没什么幸运 从红灯的部分 我们会以归击大过一次 就这样的驾驶行为 在我们公司的理想 但是我们非常的痛心 那我们当然对这个 幼路人造成他们这样的一个困扰 我们公司当然表达歉意 路口亮起红灯 客运不停反而还强行通过 闯红灯依法最高可拔3600 但是小学生再慢个几秒过马路 恐怕真的变成了碰碰车 中文新闻台北纵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OUL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